日后他的徒弟杨锦休息的也正是此功法 不可谓不是缘分 稍后我亦可将此功法传授于熊灵力 祝熊灵力精进修我 水神老弟 怎么领了功德还这么闷闷不乐 大德后土为众生牺牲自我 化作六道转身盘后 却又不断承受众生反噬的痛苦 这看似美好的三级 多数人的幸福 却需少数生灵去承受痛苦 想来便让人感慨万千 这大概也是大德后土 拜托我们帮忙收束器刑的用意所在 弟子有意疑问 相信大法师与诸位前辈仙子解惑 但说无妨 道之一时可有对错 可有正逆 可有善恶 自是没有了 但道为生灵所修 生灵却有对错 也有善恶 大道三千更果弃今 然生灵修道为何 又会将道修往何方 却应然而易 终之道徒不同 故道所写 虽人而变 虽人心而知 道本不变 却应生灵横变 能否有一种道 可均衡生灵之变 是大道恒常 巫俗迎风变 虚怀玉无清 千军将一余 轻重 再均衡 长庚道有之事 悟道了 道姬圆满 道心无垢 长庚这么年轻 就能悟道至此 来日前途不可限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